这个植物在我们农村叫它芭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们总是用它的这个叶子来包各种的芭 比如说螺米芭玉米芭 所以人们就习惯称它叫芭叶 那它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价值与用途呢 别走开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螺米营养师聊养生 这个植物它的学名叫仙毛 在本草钢物上它的别名叫独毛 毛瓜子 婆罗门生 在农村好多人家里都种地有 一般人们只用它来包一些芭的时候用 平时就不太重视它了 其实除了它的这个叶子有这种用途外 最重要的是它的根 我们挖一颗起来看一下的根长什么样的 大家看了这根呢就是它的根啦 只有只有一根独根啊 所以啊它有一个别名呢叫独毛 您和它的这个生长特性呢有关系 鲜毛呢是多年生草本 根呢粗壮肉质 呃跟进延长 它可长到三十厘米 呃圆柱状 呃肉质 外皮 褐色 而最有价值呢也是它的这个根啦 大家可要记住了 鲜毛跟煮水泡脚圈各有用 这里是知识点 今天呢我们就挖点鲜毛跟煮水 给我老妈泡脚 呃让它的腿脚呢更灵活 走路啊更轻松 鲜毛在我过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呢有生长 朋友们你的家乡还有这个植物吗 鲜毛啊它含有鲜毛干A 鲜毛干B 第一二醇葡萄糖干 鲜毛七醇 十蒜结 葫芦菇干 这些营养素对我们健康呃养生有帮助 我们每年的七到九月份 这个苗枯萎的时候啊就可以挖取它的根茎 洗净除去须根和根头啊 鲜用或者是晒干或者是蒸后晒干备用 我们平时呢可以用它来煮水泡脚 特别是对我们老年人呢 呃很有益处 其实鲜毛的价值应用途呢还有很多 我已经给大家整理在评论区了 大家看完视频可以一部评论区去参考 也可以把你个人的经验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 应用啊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 应用无视农民营养师鸟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